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这一期的新版FabFilter的实用教程 这期我们要讲到广受好评的Pro-C 这款压缩器 Pro-C这款插件 无论对于新手来说 还是对于老手来说 都是一款非常易用的压缩器 它的效果也是非常好的 无论你是做单轨的压缩也好 还是做策略 或者甚至在母带当中去使用 它的效果都是毋庸置疑的 这一期会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 介绍一下基础功能的一些使用 第二部分 告诉大家测量的一些使用方式 好 我们来看一看 上面这一排 我觉得就没有必要再重复了 这边空白的区域是显示区域 它可以来实时的显示我们的原始的声音 压缩过后的声音 压缩量的一些显示 这边是threshold的预值 只有高于预值的声音才会被压缩 这边是压缩比 这边是attack time 启动时间和释放时间 启动时间 它控制着我们的音头 压缩的音头 释放时间就控制着我们的音尾 无论是启动时间还是释放时间 只要它足够短 就证明它的力度相对来说就比较强 这边是湿声的声音 下面这个是单声的 就是原始的声音的量 大家注意这边有一个autogain autogain就是说因为当我们做压缩以后 我们的整体的响度都会有一些降低 这个时候减量autogain 它就会通过它的一些算法 来补偿我们这些响度的损失 同理这边也有一个autorelease autorelease如果你不太懂 或者你没有把握去控制release time的时候 你可以交给电脑去计算 好 下面是力直 控制着我们拐角处的平滑度 越平滑相对来说 就是听的压缩的不会那么声音而已 range就是压缩的音量范围 look ahead look ahead就是提前侦测 提前的去告诉效果器 我们要开始工作了 只有当我们去做测量的时候 look ahead可以打开 来补偿一下效果器探测的时间 hold也是一样 就是保持时间 当我们的release time完全释放以后 hold还可以做压缩器的一个保留 最多可以达到500毫秒 那就比较夸张了 正常情况下 我们可能稍微的增加一些 这个压缩的量 来补偿一下release time 好 这边我有一个pad的音轨 这个声音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的压缩器到底怎么去使用 我实际操作一番给大家看一下 其实很简单 好 这边已经开始压缩了 我们可以先把它压缩的先打开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这个声音 大概的一个波形 你大概想压到一个什么程度 比如说我们想压到第二根这个线这边 那我们就可以去把这个线调到这边来 高于它的这个声音就会被压缩 压缩多少呢 我们可以通过压缩笔来控制 我们也通过range来稍微做一个细节方面的一个控制 压缩的话就是频发度 我们可以把它做生硬一些 好 attack time 我们可以让attack time长一点 大家可以看到attack time的一个感觉 我们把预值调低一些 大家可能就能感觉到一些 attack time长的时候是这个样子 我们可以调短一些 可以看到 这边明显会有一个波浪的出现 release time也是一样 我们可以调长一些 我们可以明显听到一些尾音 这个尾音就很短暂 就很急促 好 下面我们就讲一下重点 怎么去用它去做测链 一般的情况下我们肯定是要选择外部信号来控制我们的压缩器 我们选择外部信号 因为各个宿主软件它发送的设置不一样 所以我们要先让外部的信号能够准利的进入到这个效果器当中 那么在这里我就不说了 应该大家这是最基本的软件的使用方式 我现在已经把一个低谷的信号已经发送到这边来了 我们现在就可以去看一看听一听测链以后的声音和我们刚才没有做测链的时候的压缩有什么不一样 hold稍微一点点 给一点点 release time给一点点 这个量就是你自己的 如果你想压缩的不是那么狠的话 不是那么明显的话 这个attack time也可以调一点 但是如果在电子音乐当中的话 大部分情况下的话就是 启动时间越快越好 这边是压缩的这个程度 你看我们现在压缩这个波谷是到这边 然后我们可以调大它的程度 它的波谷就会到这边来了 这边的EQ也是对输入信号的一个EQ的一个调整 拿我这个低谷来说 我是想用低谷的低频来控制它的这个效果器压缩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去做一些高切 让低频来控制 比如说让50赫兹100赫兹吧 50赫兹有点少 让100赫兹以下的这个声音 才能控制到这个效果器 这个时候大家就能看到 全频段它的压缩量就很多 这边它的压缩量就相对来说比较少 这个可以关掉 这边刚才忘了说了 这边是几种算法 算法的一个形式 像我刚才做侧念的时候 就可以选择这个 或者pumping 这都有一些抽吸的这种效果 它会根据这种样子做一些压缩的一些算法 如果你是其他的一些普通的压缩的话 你就可以选择其他的一些模式 比如说你是压人生的话 可以选择人生的压缩 你就看它这个曲线比较柔和一些 做mastering做母带的时候 它也有它的一个算法 希望通过这一期的讲解 让大家能够认识ProC这款压缩器 这期的视频到此结束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